去年在天母圓环开设的好秋天母店 近期成为社区火红的话题 两层楼从空间到商品都足具在地特色 二楼的神品店有许多老家具 如早期图书馆搭置架 卷门柜、餐柜都用来陈列商品 排气窗下还看得到台湾老窗花 好秋的天母店 其实我们希望在一个很台北代表性的社区里头 做出一间我们认为可能是在这社区里头一个院子 所以我们希望这里头所展现的东西 跟它的装修风格都可以是比较亲民的 容易被大家接受喜欢的 那其实穿着拖鞋来逛都很舒适很自然 现在好秋天母店正举办了好家私选活动 展出许多在地设计好物 家居王邀请参与这次活动的品牌负责人 现身说法并展现DIY绝活 那这个小夜灯呢 我很喜欢就是它上面每一个彩绘的表情 那可能客人来的时候都会说 啊他好像我哥哥或者是谁 他就会去找他类似的印象或什么 他可以当小夜灯或者是你就在桌上 那好像回家就是有一个点在笑对你笑 这个小路灯呢 它就是那设计师他很喜欢就是以前那种旧日时光的美好 所以他会做一些仿那时候的商品 那这个路灯就很像我们小时候就是弯弯回家 然后在巷口在等的那个路灯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好像很温暖的感觉 此外还在引进了国内设计师创作的清电家具 也很适合作物所使用哦 它平常可以当小茶几 那当你想要打电脑或者是想要让它高一点的时候 你可以很轻松地把它移过来 然后这样就变成一个比较高度更高的边桌 对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接着心田要用纸娃娃的概念 教读者模拟空间布置的乐趣 只要将空白的纸片画上自己爱的家室家具 再利用纸胶带和色笔上色 就可以一步步打造梦想中家的模样 至于来自台中的Belleville 而六四Studio负责人李晨峰 则献身好秋为大家示范DIY工业夹灯 这款夹灯啊 就一开始是在跳舞市场 找到一批老的台湾的夹子 对啊 那就想说这一批夹子它料很实在 很厚 然后夹力也蛮够的 然后就想说 它除了夹东西以外可以干嘛 就想说那就做一款 比较可爱 然后单价比较亲民的一个夹灯 首先把电线拉出 用打火机烧一烧 将布线边收齐 把风线穿入脖子 再把两头电线接在一起 电线接好后拉齐 穿入夹子 套路罗帽锁索紧 接上插头 最后再装上灯泡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东新闻快挑个好日去逛逛 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待会儿 我们下期待会儿 再见 感谢观看